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违章工厂大概根据昨天我问了一下好像是六七万家 这很难勾给了 不过大概是违章大概六万家左右 从事违章工厂里面正在逐业的人口数呢可能根据逐料是差不多四十几万 那我再请教苏部长 照这种期数发展下去依照目前的我们的政府的法令 因为有很多这个法令牵扯到管制的一些相关单位好像是县级的 县政府它所管 它的管制的单位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中央的经济部对于我们现行的这些法规 如果说到目前这种状况下去的话 那我们这个违章工厂 数币呢 你看是会增还是会减 我个人的判断 因为目前台湾整个的这个工业发展的形态在转型 所以这种比较属于中小型的违章工厂的生存的空间 不会比过去更大 所以那增加的空间应该非常的有限 这第一个报告 那么第二个是说呢 刚才委员提到 目前大概六万家左右 赤木已经很庞大的 所以如果辅导这些厂商能够纳入合法的管理 辅导他们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也是这一次工厂管理辅导修建很重要的重点 那大家能够走正路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应该是这样吧 辅导 依照目前我们违章工厂大部分建设的地方呢 大概都是农地比较多 对对对 基本问题要开始 那么大概在农地比较多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农地的价格 跟工业期的价格 还有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他在家里就可以去一些农牙 那农牙又弄一个大的工厂 当然他的投资成本是比较少的 那这样下去的话 依我的看法是 不减反而会增 如果以目前的这种现行法令的条文 应该是不减会增 那不减会增呢 这边问题就会出在说 我们将来农地会减少 那污染的农地就会变得多 依照牧田的法令 他污染的这些农地就很多 譬如说彰化县它总共呢 污染到的这个类管的农地呢 有43公顷 全省在113公顷 类管的污染农地 那彰化县就占了43公顷 那我们每年呢 还要补助 两年补助 这个环保署补助 五千万 给彰化县政府 来作为呢 这个改善 环境污染的措施 那赚的 不晓得多少 当然 我们违赚公团赚的不晓得多少 可能政府 就要每年一环保署 他编列了 两年五千万来补助 来改善 这些涂涨 那所受害的还不止做谁 譬如说我们狗污染啊什么东西 这个很严重的话呢 吃的人 人体的安全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他所带来的 一些呢 环境的污染 尤其呢 我们地幕会混淆 农地也会变工厂 这个是在农 依照说 农业的观点来看呢 是非常不恰当的 那要怎么样来作为呢 我们经济发展 还有说维持一些 现有工厂 还有在 在投入的这些员工 他的生计 起得一个平衡 我看啊 你说 如果说修正两三个 划条 我看是不足够的 这个是应该是不够的 那如果说 我们做这些 违赚工厂这么多 将来 他从 以前从三万家 四万家 五万家 六万家 一直在成长 那成长 那成长 最主要的呢 就是限述政府 它起地 不利啦 没法去出地 那没有办法去起地 又没有办法 去改善的话 那将来 整个 我们台湾 会变成很多的乱象 了解 很多的乱象 什么铁皮屋 因为他没有办法申请建筑组造啊 他没有办法申请什么 籠带啊 没有办法 工业的一些贷款啊 建筑物的融资啊 那他用很低的成本 所有 很多地方一看上去 都是铁皮屋 这是很坏 那这边 他真的 经过消检 安检 環保 的检测吗 不尽然 这些工厂不尽然 那我们现在 这个是存在的事实 我们不能说 推给县宿政府 县宿政府 我告诉部长 有很多呢 被击报的一些违章工厂 他要去取地 那因为呢 县市议会的议员 他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他长有没有选票啊 如果说 他去来 关说县市议员 县市议员没有办法的话 就把 拆除费用 三成一块钱 两块钱 那你让县市政府 他要去取地的话 也没有钱啊 也没有钱去取地了 就对了 你开一只管县市议员 一块两块 那根本就做不了事 那就没有办法去取地 没有办法去取地 就造成 大家误认 误认说 主要我申请个合法融社 弄个五十坪 我就会当三千坪 五千坪的 这些工厂 把他盖盖 把他盖盖 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那当然 我们不能说 做这些企业 他对于经济没有贡献 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做这些企业 我们要考虑 我们俗法的方向应该是 为什么 他不到工业去 他为什么 不到佛法的地方去呢 这主要是成本的考量 对 我已经很清楚 全部不一样 他一坪至少你两三万 一两万块 你农地 一分地 三百坪 一百多万 多的是吗 我盖在一百多万 一分地三百坪的地方 我去弄个一分地 六七百万的地方 那不一样 可是呢 依照我们目前 如果说要究地合法 是不是有口行的地方 根据呢 我们有列给五十一项的 譬如说 这些项目 它是合格的 什么什么 可以检测过去的话 通过的话 我们就可能 究地合法 可是你地墓 要怎么来变更呢 地墓怎么办呢 这些以前是农地啊 那对于合法的 它是工业区的 它是丁种用地来建的 做些厂商 它竞争上是不是公平 那以后再盖了 是不是可以 就可以它就地合法 这个应该是要有 一个很孙 很孙岩的计划 并不是说 头疼疼疼 腳疼疼疼 就好像是不对 因为要有整套的 将来还会变成七 七万家 八万家 十万家出来 都不一定 你如果说这農地用去 我说一下 昨天我要去工厅 我也要去啊 我也要去啊 尤其 你有一个住所条款 什么弄出来的话 那你的税 要怎么弄啊 要怎么去追缴啊 我住手下去 以后我怎么办啊 住手下去 这等于成功是违法的嘛 我没有住手 我咬咬咬咯咬咬咬咬咬啊 每一天你过去 我毫度不咬 可是做些厂商 他也心惊坦跳啦 他们也不是很愿意这么做 那我再请教部长 是不是我们根据 做些低污染产业啦 吾宫害的认真的标准 将来要怎么来认定 我跟委员报告 谢谢委员刚才的一个说明 委员对地方的生态很清楚 也知道这个地幕价格不一样 地方的议会的生态 所以很难去执行 现在委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后面要怎么处理 这第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 目前在规划的这个 有关这个违章工厂的辅导 主要是 刚才委员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给那段时间比较长的辅导期 二加五大概是七年的时间 这第一个报告 第二个 在辅导过程里面 地幕不变更的 这第二个报告 第三个 就委员刚刚讲的 我们为了竞争力 公平的问题 会有一个回馈金的机制的设计 那这个必须要跟地方政府在协商 要多少金额比较恰当 这第三个报告 那第四个 第四个 就委员刚刚刚讲的 一旦这个辅导期到了以后 我们在处理过程里面 就要开始做积极的处理了 大概是这样来 所以时间会有足够的时间 让厂商去调整跟适应 大概是这样来的 但委员刚刚提到的问题是说 有关这些低污染的 无公害的 这些厂商 怎么认定的问题 那么呢 在目前的设计里面 会由经济部 会同环保署 一起来 做认定跟处理的工作 目前经过 跨部的协商 大概会朝这边来进行 这边认定 其实争议还是蛮大的 了解 一定会有很多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说 初间 我们也有一个晚充期 七年 那这个七年里面 我想应该我们 这边要进宿的 我们行政部门 不比工厂 它工厂是拖得也就会好 可是我们行政部门 应该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作为 别说 我就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 反正过去也是这样 我做也也是这样 浮荣浮荣 我就过了 过了变九万 九万本来就是一万 到零开始的 又不是我才增加的 如果现在是面对 我们现实的这些问题 将来台湾 这到底实在是 我们乱七八糟 弄得非常非常不好 谢谢委员的勉励 我们一定会 秉除这种心态 因为这问题是一个 虽然历史已经很久 但是不赶快解决 对台湾整个的土地利用 产业发展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 很积极来处理这一块 谢谢委员的 因为这边有经济不关 我们县市地方政府 这边要很多来 地方需要去协调的 前者的问题 要怎么来划分 不然补助 是由中央政府 环保署去补助 并不是现政府 自己编一条 环保局编一条 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很多的政策 其实我们中央是可以去主导的 可以主导的 因为县市政府 它有很多地方 是爱于人人情世国 这边的出面隔壁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考虑的应该是整个国土的 规划问题 更上位了解 依照这种角度好不好 了解 谢谢 一定会朝这边来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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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